今天视频开始之前啊 我要给所有的捐宝们说声对不起 因为我自己的失误 昨天给你推荐的那个地图 明里和我写错了 实际上它是168 168 也就是我昨天玩的那个地图 可以用来免费买皮肤的 真是抱歉啊 我下次一定会多多注意的 没事啊没事啊 粉丝们会原谅你的 这次的空岛生存 我们想要做一个非常好看的空岛房子 到时候把空岛神殿调整一下就行了 不过先把这周围的桃花树砍一下吧 因为这实在是看着太碍眼了 桃花树一砍 我的天哪 这个桃树枝上面一个树也都没有 看起来有点难受啊 我先把树叶全部捡起来一下 大猫已经在搭建空岛之间的楼梯了吗 可以可以 那大猫你先在这里搭建吧 我去砍砍树 因为我想要把这个空岛上面的树砍光 到时候我们专门弄一个空岛来种树 这样子就不愁没有木头使用了 不过老实说 现在迷你世界更新过后 这个小树鸭只砍着真的是特别的难受 我要是不把它砍完 我就浑身难受 所以每次都我觉得砍这个东西特别的麻烦 不知道迷你官方什么时候 能把这个bug修复一下 可会做到一键砍树 不要留着树鸭杯 看着强迫真的是好难秀哦 我先把背包里面的东西放到箱子里面下巴 不然我背包太满了 对了 给大家说一个事儿 就是之前很多人都疑惑 大猫为什么最近直播的时间变少了 其实是因为大猫它这个尖椎盘突出 导致它的尾椎骨特别的痛 也就是我们俗称的屁股的那个位置比较的痛 因为它那个骨头突出来了嘛 然后大家都以为大猫是有痔疮 乐乐乐 大猫没有痔疮 它只是尖椎盘突出 大家不要再细谣言了哈 同时的话 我们也去给大猫做了一个针灸 还有推拿 就是各种的中医治疗都能堆的 就去堆一下 希望大猫能够早点康复 那jemble们也可以在评论区打一波 祝大猫早日康复 谢谢大家的祝福啦 所以不要再说大猫有痔疮了 晚安 马卡巴卡 我们下期再见吧 马卡巴卡 拜拜